因為林委員 謝長廷說 總統叫我下台就下台 不是林育芳叫我下台我就下台 你們什麼意思 每天講我 他說架空逼退 假消息 激將 羞辱 淒慘下台很奇怪 不會考慮要淒慘下台 謝長廷說到底是有多愛我下台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圍剿一位駐外代表 帶給大家多大的成就感 來 說 我是問一件事 蘇啟成作為大阪辦事 除了處長死掉 謝長廷 你有沒有責任 我就問這句話 他說他沒有 他最後是給你通了那通電話 通完他就去自殺了 對不對 你難道沒有察覺出這整個的問題 你的處理非常差勁嗎 也有可能造成我不殺柏仁 柏仁因為我而死 有沒有可能 你告訴我 你先講人家推卸責任 你說我東京做我東京的代表 我沒有人事的任命權 意思是說蘇啟成的人事不是我任命的 這不是打擊他 他一心也難過了 然後接著你要說 你要推卸責任說 東京代表處離大阪 非常遙遠 非常遙遠 對不對 這整個的結果 為什麼蘇啟成的太太 要去告訴外交部長說 你管好謝長廷的嘴巴 就是這樣子 我想謝長廷事我真的講不完 衝之鳥礁的問題 再到福島核食 核災食品的問題 再到這個慰安婦的同向 台南慰安婦同向的問題 你所有的發言 請問你 你是站在台灣的立場 還是站在日本的立場 人家為什麼說你是駐日大使 幫助日本人的駐 你自己想想看 我們絕對不是因為政黨立場不同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陳水扁的那個八年 羅浮全先當駐日代表 接著是許世凱 他們兩個都會說是綠色的支持者 由許許世凱是建國黨的 創黨的 這個元老 我都跟他們在東京見過他們 在台灣也見過他們 也跟他們聊過天 我坦白講他們日語講得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你駭長艇日文有多好 但是我只知道他們兩個 絕對比你好 而且好很多 不是只有好一點點 而且人家非常專業 雖然大家的政黨立場不同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沒有 讓自己成為一個正義性的人物 沒有 你駭長艇 你要知道你的戰場是在外交 是在日本 結果你常常自己 現身在台灣的戰場裡面 你讓自己成為一個正義性的人物 這樣子怎麼能夠當外交官 怎麼能夠當駐外使監 我覺得像你講那句話 大家的解讀是不正確的 總統叫我下台 我就下台 那句話我覺得 在我們一般口語的用法裡面 比較像是說 連總統都不敢叫我下台 你敢叫我下台嗎 講這種話其實我相信 當總統的聽起來 會覺得別有滋味 這句話不是對總統的尊崇 而是說總統你該講個話 你到底要不要我繼續做 你應該講話聽我 因為蔡總統到目前 針對這一長播 一直有人在點名 或者在針對謝唐廷 祝日表現的各項的質疑 蔡英文都沒有講話 其實蔡英文如果講話 他說我覺得謝唐廷做得非常好 我認為這些在民進黨裡面 就會形成一個非常清楚的方向 大概最少在黨內那種 慣望的聲音就會不見 可是到現在為止都沒有 當然謝唐廷做得好不好 我覺得謝唐廷因為他的表現的方式 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年紀到了這個階段之後 他反而很急的這樣跟外界去爭辯 他本來就很善變 你想過去他在TVBS開長廷問今天 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是 一個律師性格 但是現在當駐日代表之後 通常駐外的代表 你什麼時候看過駐外代表 或者現在所有的駐外代表 你什麼時候看到哪一個駐外代表 不斷的對台灣島內事務 甚至九合一選舉 你顯然一個駐日代表 比台灣的許多的在地的政治人 更關心選舉 匆匆忙忙跑回來 你說大阪離你太遠 你支援不到 所以對於蘇啟臣的 這樣子一個過勢 跟你沒有關係 可是九合一選舉 高雄距離你多遠 兩三千公里 你都能夠跑回來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相關的這個影片 蘇啟臣英親歐宏戀指控莉莉 但謝長廷絲毫不受影響 他說空穴來風的批評 都希望他趕快下台 如果大家靜一下 他可以考慮 但是在假消息激將 羞辱下這樣 淒慘下台很奇怪 對台灣的文化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不會考慮 如果總統 院長 部長要他下台 他隨時可以下台 外傳蔡明耀來當駐日副代表 表示要架空他 謝長廷說蔡明耀能力受肯定 是很好的助力 這個人是安排有徵求他的意見 還說蔡明耀怎麼可能架空他 如果要就是掉他回去 怎麼架空 歐宏戀說蘇啟成遺雙 希望謝長廷管好他的嘴 不知道遺雙的話 有沒有傳給謝長廷 好 那麼歐宏戀 這是前外交部部長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謝長廷為了謝罪脫罪 就說蘇啟成有憂鬱症 所以自殺 對往生者與其家人 都是重大的羞辱 所以蘇太太本來 不要有任何反應 但是他後來認為這樣不行 所以他主動去見了 外交部長吳釗燮 拜託他兩件事 一個請謝長廷的嘴 不要亂講 第二個請尊重專業的外交官 我們看 2018年9月當時媒體報導 蘇啟成在遺書上 稱受到假消息的壓力 稱蘇啟成患有憂鬱症 2018年12月20號 蘇啟成遺雙出面聲明 蘇處長絕對沒有憂鬱症 然後2019年1月24號 歐宏戀說謝長廷為了謝罪 脫罪 所以說他有憂鬱症 然後2019年1月24號 謝長廷說我從來沒有講過這種話 有一定有時間 有地點 請他提具體的證據等等 如果有就立刻辭職 如果有說他憂鬱症就辭職 來 蔡委員你怎麼看 謝長廷大使 居然是我們的駐日大使 我覺得他還是把他的本物 放在跟日本有關的事務就好了 我覺得跟日本有關的事務 他不要去參與 即便 其實像有些人提到說 他當時在選前回來高雄駐選 我都選其實那不大適合 做什麼 因為大家就像講 我們都認為說我們的駐外代表 超乎政黨黨派之外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他如果真的是關心他私底下就好 他不要做公開戰鬥 我覺得這是會比較好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所有以後的人 都要求比照辦你的時候 你怎麼辦 這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從書記神不信任到現在 其實有很多的謠言或什麼 已經逐漸在沉澱了 我也覺得大家 又在提這件事的時候 最好你有所本 否則只是大家在那個傷口上撒言 大家還可以起笑 所以我不曉得說歐宏廉講的這件事 是他有所本還是怎麼樣 我不是很清楚 當然謝長廷他可能就又被吐了一次 他就有點啼笑的感覺 講這樣子 我覺得謝長廷 所以敢向蔡總統校正 大家要回想到 當初蔡總統上來的時候 有一個傳聞 就是有三個大臣 李副總統要去巴拿馬 蘇貞參要去新加坡 謝長廷要去日本 結果另外兩位都婉拒了 只有謝長廷很高興的去上任 今天台灣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大國的話 以謝長廷的身分 他的資歷 他的在黨內大佬的身分 他可以去向蘇聯 去增加他的分量 去折衷外交 他也可以去大西地 去享福都可以 沒事 但是他答應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後面所衍生的併發症 就可以預料到的 因為他今天對台灣跟日本 如果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他沒辦法拿來 而且他收收黏黏 他還是黨的大佬 所以他對國內事務不能忘情 所以很多事情看來做 就不像一個沒有外交官資歷的 大佬的那個特別的特質 就展現無異 他今天這樣做到 誰說真的浪費 他講中共叫我下來 我就下來 這個是廢話 部長叫他下來 他也應該下來 但是部長不敢叫他下來 因為今天能夠動得了 謝長廷也只有總統 我覺得總統恐怕 也不敢叫他下來 為什麼 因為讓謝長廷去出東京以後 你想這段期間國內多平靜 安靜很多 如果謝長廷在國內的話 你不覺得又是恆生之解 興風作浪嗎 你看謝長廷不在國內 連謝系都幾乎要完全垮掉 你這樣講 然後派他去做租英大使才行 到時候 北友謝長廷 南友陳水扁 那可熱鬧 其實謝長廷的說法已經凸顯出 他已經是民進黨 包括是蔡英文跟吳釗燮的太上皇 根本沒有人動得了他 整個事件 包括大阪的颱風事件 還有包括北海道的地震 還有蘇州長後續的親生 他處理的真的是荒腔走板 我聽到私底下 很多外交部同學跟我講說 當時包括北海道的地震 他還認為 這不叫做我管轄的方法 他根本不願意去 是底下很多人拜託說 你最起碼你要稍微動一下 到現場 他才過去 如果謝長廷底下沒有給壓力 包括張淑玲沒有給壓力的話 為什麼家屬會對於謝長廷 這麼反彈 要求管好他的嘴 原因到底邏輯在哪裡 難道家屬沒有看到遺書嗎 所以我覺得包括現在要撤換 駐日副代表去 駐日副代表事實上 他時間還沒到任 為什麼要破壞過去的體制 在這個時間點換 那就代表說謝長廷在日本 擔任駐日副大使 事實上是不適任的 江榮要補充 最近的台約關係狀況是很不好的 那我記得吳子嘉 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嘉曾經公開的講過說 當初能夠把謝長廷送去駐日 蔡英文好高興 終於把一個溫神給送走了 就是他覺得把謝長廷留在國內 對蔡英文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把他送去駐日 本來是覺得耳根清靜 把一個溫神給送走 沒想到碰到一個颱風之後 那個回火又燒回到台灣來 11月24號選完了之後 我記得民民進黨的三把刀 第一把刀就處理掉了吳英寧 第二把刀葉俊榮出來處理管宗敏 管宗敏處理完了之後 你回頭去看11月24號之後 大概12月初的新聞 那個時候整個的政治的氣氛 就傾向於要處理謝長廷 但是後來當然慢慢的這些 包括了兩岸的事情 又把這個注意力轉移掉了 可是台日關係 當下的台日關係 可能是蔡英文上台之後 最糟的時候 好吧 你是蔡英文上台的藥主的? 是蔡英文上台的 Jarvis 到底怎麼意的 不佳一是蔡英文上台的 正確嗎? 不是萬一的 照顧 是蔡英文上台的 不佳一・蔡英文上台的 不佳一 mostly 發展海品 是蔡英文上台的 不佳一時 認為不是不佳一的 避難 有無所 impedance 不佳一 因此 沒有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